《梦想剧场》 《梦想剧场》 《剧场》太不把女主当回事了 李一同工作室讨论后决定不再出演电视剧舞更迹了 当晚正式发出公告 李一同工作室公告一发出 就由导演王毅许和于正发文立体 他们都表示李一同是非常优秀和敬业的演员 希望有机会能跟他合作 于正还称赞他演技独特 可以配得上一切好的剧本 看来李一同作为演员 在业内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并且人员不错 大家都愿意站出来为他发声 这些年来 李一同给观众带来了不少作品 当年他以电视剧《半腰倾城》成功进入演艺圈 后来又有了《射雕英雄传》 《赫丽华婷》 《了不起的女孩》 《我的时代》 《你的时代》等代表作品 还在今天夏天大火的仙侠剧《苍蓝绝》中 客串了女主角小兰花的师傅思念一脚 让观众印象深刻 很多观众还表示 如果作者《九路飞香》的另一部 《思命》和《长渊伟》主角小说《思命》 也要影视化的话 大家都希望有李一同再次出演 李一同长相甜美 五官精致 也很有记忆点 演技在线 演戏比很多现在大火的小花都更有感染力 不过就是一直不温不火的 没有特别出圈的角色 希望李一同能早日迎来属于他的时代 李一同工作室宣布其不再出演电视剧《五更纪》后 不知道《五更纪》局方之后还能找谁能出演这个女主角 许多网友都表示支持李一同 你们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